兩位好 延續的上一次質詢的重點 也就是針對自駕車的發展 我說過讓人類的生活更美好 這樣子一個高科技的發展 我基本上是支持的 我上次質詢的重點是不要胡搞瞎搞 找一些莫名其妙的廠商 用虛偽不實的得獎紀錄 來詐騙台灣政府 莫名其妙可惡自己 結果我們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全部都呆呆傻傻的 錢一直掏出去 然後給這種像詐騙集團的廠商一樣 因為他政治後台比較硬嗎 這是我上次質詢的重點 但我今天要繼續沿著是另外一個層次 因為這個自駕車的實驗 在交通部的主導之下 在我國好幾個城市都有在進行吧 但我要問的是說 你們說現在還在技術驗證的階段當中 然後在沙河裡面實驗 這個我都聽得懂 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你在沙河裡面實驗 不可以實驗出問題 什麼叫不可以實驗出問題 來我跟市長報告一下 台61西濱快速道路啊 因為不用過路費吧 跟高速公路不一樣吧 所以呢 所以有很多大貨車大卡車 其實都是乾坑人啊 在送貨的時候 都走台61嘛 所以你看一下 4月13號死亡車禍 4月6號死亡車禍 5月4號死亡車禍 都是今年喔 我只是很簡單 就是搜尋過去兩個月啊 在台61西濱快速道路啊 所出現的死亡車禍 就這麼多了 結果你們在搞自駕車的計畫的時候 竟然選在台61搞 在整個計畫開始以前 就很多人提醒你們啊 說這個台61車禍多 狀況複雜啊 大家都在質疑 結果你們還是過了 還是過了 第一個你們在審查的 整個過程當中 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說 公路總局 是整個自駕車沙河的計畫 推動機關 然後你們自己 也是沙河實驗的審查委員 自己的計畫自己審 這樣對嗎 來 秦次長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的了解這個案子裡頭 我們相關的招標裡頭 是有說明他要經過沙河的實驗 在裡面而且經過審查 然後我先講 沙河實驗的這樣的審查的機關 不是交通部 在這裡頭你可以看到 是經濟部在處理 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 智慧台61公路自駕運行計畫 你們交通部公路總局的 張委員順親說的 公總在本案有雙重角色 一個是計畫推動機關 也是本案在沙河實驗的審查委員 白紙黑字寫這樣 現在我問題很簡單 你自己推動自己審查 可以這樣搞嗎 我再跟委員說說明 這個沙河計畫的審查 他本來就有邀請各機關來提供他 各機關來提供委員 所以但是整體沙河計畫的審查 這個是在經濟部 所以我想這個或許是 我們當時如果是審查交通部的計畫 說不定是這個相關委員 是不是有應該要迴避的問題 好 你講得很好 如果在審查你們這個 自駕車無人載具的時候 你們交通部派出去的 特別是公路總局 該迴避就要迴避啊 怎麼會大剌剌的自己在審查會議講 這個計畫我推動的 然後這個計畫我還參與審查 我扮演雙重角色 這不是我說的耶 這你們委員自己講的耶 可以這樣嗎 難怪大家會質疑嘛 那台61 當初大家在質疑這麼危險 死亡車禍這麼多 你們在上面搞自駕車的沙河 你們心臟會不會太大顆啊 結果今年1月 真的你們的自駕車 台61插撞自行車造成騎士受傷 我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啊真的是 佛祖有保佑 只有擦傷 佛祖有保佑 只有擦傷 但這個是一個明顯的事故 針對這個明顯的事故 對照到你們當初在台61推動的時候 大家所提出來的質疑 公路總局有沒有重新檢討 還要質疑這樣幹下去嗎 先來說明一下 然後看局長要補充 原則上這台61的事辦的計畫 委員剛剛看到雖然是台61 但是它這是屬於平面路段 平面路段因為有高架以後 所以平面路段的交通量確實比較少 而且沿線呢大概都是一些漁村啊 所以當時他會選在這裡 而且是希望以公共運輸的方式來處理喔 但是這一件事情 所以事故不是發生了嗎 是我要跟委員 這個事故發生了以後 我了解目前這個計畫 目前是在暫停的階段 好 你說到重點喔 現在計畫是在暫停的階段嗎 暫停了以後大家就要評估安不安全嗎 可不可以繼續搞下去嗎 但我現在得到的資訊是什麼 我現在得到的資訊是啊 拿到這一億元標案的廠商 一億元標案嘛 這個案子是一億對不對 對吧 這個可能要 要查一下 我全部都查過啦 前兩年五千萬後三年五千萬 加起來一億啦 沙盒如果不繼續 錢拿不到 所以他一定要讓沙盒進去 他後面的錢才拿得到嘛 那廠商已經非常大啦啦的在外面講啊 這個審查會議我們走過場啊 一定會過 因為不過我後面的錢拿不到 我聽到這樣的聲稱啊 我非常的震驚啊 來看一下 你們在跨部會台61自駕案 實驗續行評估會議當中 審查委員怎麼講的 來請次長仔細看 我也拜託那個運安會的主委 你也一起看一下 因為真的出了事喔 真的出了事 接下來就是運安會的事了啦 安全事故報告 應該由公正專業的第三方 進行調查 安全事故報告 應該上網公開 美國加州DNV所主責的自駕車上路測試 也同樣要求安全事故報告 要上網公開 所以這個事故的安全事故調查報告 應該要重來 來我先問一下次長 現在這個事故的安全事故調查報告 誰在做 我不曉得應該是公總在做吧 公路局在做還是 公路局自己的計畫 自己推動 然後出了事自己做 安全事故調查報告 這樣對嗎 來請運安會的主委 贊不贊成 我們一件事一件事來 贊不贊成 第17點 委員所發表的意見 安全事故調查報告 應該由公正專業的第三方 進行調查 主委贊成嗎 如果經濟部交通部 他邀請公正專業第三方 進行調查的話 我們可以協助 但是 重大因素事故的調查 會屬於實驗性質的事故 是不在範圍內的 好 沒有關係啦 我知道你 你不希望運安會 現在就扛這個鍋嘛 那即使不是你運安會的鍋 你也要搞一個 公正專業的第三方嘛 那公正專業的第三方 主委要不要承擔 我都尊重啦 你說不在你法定職權的範圍嘛 但我要請教主委的事情是 人家提出來這個意見 很中肯啊 主委認不認同 不是啦 他只有說公正專業的第三方 人家就沒有講運安會 你不要緊張嘛 對 但是如果他有公正專業的第三方 進行調查的話 說運安會的相關調查技術 可以支援嗎 好 非常好 運安會要支援嘛 來 次長贊不贊成 這個事故調查報告 應該由公正專業的第三方 進行調查 這個我們支持 你們支持 現在有這樣做嗎 現在有這樣做嗎 這個是我的問題啊 因為從這裡的結論裡頭很像是 他希望他先提出一個 對嘛 因為現在的調查報告荒謬是什麼 申請拿到沙盒的人自己在提報告 自己寫出事故自己提報告 那等於是什麼 出了事故的人 自己檢討自己 自己評估自己 是在檢討什麼 是在評估什麼 市長你剛剛答應了嘛 說你贊成 要由公正專業的第三方 進行調查 接下來 台61自駕車的這個計畫 要不要續行下去 我們就先請公正專業的第三方 來進行事故調查 市長可不可以承諾 我想委員他這裡頭 因為他有一定的一個機制 在這裡頭做相關的 有關這個沙盒實驗的一個評估 那他這裡頭特別提到 他評估的結論 是希望那個調查的報告 到這個應該是一個委員會裡頭 去討論啊 所以我想這個委員會裡頭的 相關的委員 自然都會有一個 好 可以 第三方公正人來成立 這個委員會的委員 包括這個委員會做的評估 不是申請人自己提出來的報告而已 申請人自己提報告 自己調查自己 那個是笑話 不會 你們成立的這個小組 有哪些委員 他們評估的內容 是不是可以讓社會大眾知道 也提供給 所有交通委員會的委員 這是很重要 我已經說了喔 出了事是佛祖有保佑 所以只是擦傷 委員這個我們來聯繫 我的了解這個的委員會 或這個審查會 是經濟部在召開的 好 沒關係啊 你們跨部會去跟經濟部講好嗎 人民安全 我們要建議他 發展自駕車要實驗 我們都贊成啦 你挑抬61線 之前就有人警告過了 現在真的出事啊 非同小可啊 要嚴肅面對啊 是 我們會嚴肅面對 那至於說經濟部那個委員會 希望一些比較公正 專業的人士來加入 好 你們打算怎麼處理 你們跟經濟部聯合起來 一週之內交書面報告可以嗎 你最起碼讓大家知道你要怎麼處理嗎 可以 我們來 可以喔 我們來提供 一個禮拜之內喔 一個禮拜會不會 我們怎麼處理來提供讓委員知道啦 好不好 不要 書面提供 是啊 書面提供嘛 怎麼處理 一個禮拜之內可以嗎 我們要跟經濟部協商啦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 好 可以 三個禮拜 好 謝謝